刘邦明明很宠爱欺负人 跟随刘邦多年 要说感情多少也有 不过对于刘邦这种逼急的儿子女儿 都可以往车下踹的老流氓来说 你跟他干批情操显然没啥用 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吕智身份特殊 狠刘邦手下许多功臣相似 比如萧和 烦坏等等 那么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 要废除吕智显然是不合适的 并且此时刘邦大约也顾不上这一头 况且吕智书非弱者 天下未定 刘邦可不想做起萧强 第二 天下一定 这个时候刘邦回头一看才大吃一惊 发现这个贤内主已经有些伟大活调了 吕智和吕家的势力 已经渗透进了帝国的很多方面 比如凡快便是吕智的妹夫 萧和陈平等人也与吕智关系不错 尽管后来陈平出谋 划策收拾了吕家 但那时吕智专权之后 尽管史书没有明硕 但是可以从一些事情上 看出在刘邦活着时 两个人应该是互通管虚的 比如当时刘邦因一件小事 令陈平周伯杀樊坏 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吕家势地 陈平就委婉的救了樊坏一命陈平的委婉 也是令人胆战心惊 不知刘邦感受如何 反正笔者读到这的时候 那时觉得模糊悚然 有兴趣的可以在史记中了解 在这种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结下 刘邦想阵出甚至杀死吕智 都是极为不理智 甚至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的 第三 到了刘邦晚年 义姓郎也杀光了 天下也稳定了 这时他更惊奇地发现 吕智不仅仅是要专权了 莫非想篡位 这一点上刘邦是极为有先见之名的 因此他借宠爱独一欲行费力太子之事 实则是为了压制甚至废除吕智 可惜他的谋臣们 却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或者又一天下道义的思想 认为太子无果不应该汪费力 比如陈平 萧和等 他们是不可能像刘邦这么光棍 嗜到意为狗屁的 张良甚至还弄出了个商山四号 这也算表明了立场 此时 纵然无赖逐刘邦 除了回去抱着小老婆哭以外 也无其他办法了 综上所述 刘邦非不欲废除吕后 实则不能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